大家好,我是Mr.Manso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S2的5th Classroom Exercise 7b 利用圖解法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 簡單一點就是解聯立方程 看看筆記 聯立二元一次方程 即是我們會有兩條方程 大家都有同一對元 譬如二元就是大家都有X和Y 以往就是一個方程解一個微枝數 今次我們有兩個方程解兩個微枝數 我們可以利用圖解法 找焦點,稍後我們會回來看看 現在我們先看例一 利用圖解法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 Y等於2-X和Y等於2X-1 OK 亦都跟以往的影片一樣 我們會給你一些X數字 你要尋求Y數字 好,那你就關閉圖 然後我們一起回來對答案 好,多謝大家的嘗試 那我們出了三組的數字 譬如說當X是負2的時候 Y會是4 我們會寫那個最偶 那就會是負2-4 0-2 和這個2-0 那就出了三點 那有三點有什麼作用呢? 有三點呢? 我們就可以畫一條直線 就是畫回這個Y等於2-X的圖像 那我當然不懷疑你會找回這三點 OK 那最後當然要找一條線 選一條直線出來 那你畫了一條線 你當然要寫一條線的方程 就是Y等於2-X 搞定第一條 好,那這次我想要求你 試試Post Round面 然後就自己去完成這個表 和出三個的序偶 那就可以Post Round面了 如果你計算準確的話 你就會得出了 當X等於-1的時候 Y等於-3 X等於0 Y等於-1 X等於1 Y等於1 那就會有三點走出來 那就會是-1-3 0-1 和11 我們又是放回覆圖上高 好了 放好三點之後 當然就會選一條直線 貫穿這三點 這個process就不是很困難 只要你量準一點 一落 3點就完成了 記得寫回這個圖像的方程 就是Y等於2-1 簡單解釋一下第二句 我們說利用圖解法 可以透過讀兩個方程的圖像 的焦點 找到聯合二元一次方程的解釋 為甚麼呢 大家留意我們之前說過 一條線 非色的線 有三點 這三點的XY 完全會是 服從Y等於2-X S黑色的線 同樣也是 也有三點 這三點就會反過來 就是服從Y等於2-1 留意中間的1點 1-1 是同時間在這兩條線上高 你也知道 兩條直線只能夠有一個焦點 而這一套的XY直 同時間服從兩個方程 這就是聯合兩條方程的解釋 解釋是1-1 我們寫到文咒咒 因為兩條直線相交於1-1 所以該解釋是X等於1 Y等於1 留意我們會用回聯合方程的符號 交代X和Y的值 多謝大家 都說了一段時間 到你做這個即時練習1 請你pause round 然後我們一齊回來對答案 即時練習1 利用圖解法 解聯合 二元一次方程 Y等於X加2 然後Y等於-2 X加5 我不懷疑大家不懂代數 亦都不懷疑大家出不了一些偶罪 首先 我們就會畫了三點 先進入圖 畫完之後 當然就用一條直線 連起它 然後就要寫那個方程 好了 接著還有第二條線 我們都要處理它 都是一樣 先畫三點 然後我們就用一條直線 連起它 不要忘記寫一條直線的方程 好了 兩條直線 只有一個交點 這個交點就會是3-1 就是當X等於3 Y等於1 這一個點 正正就是同時間 可以服從了 Y等於X加2 和Y等於-2 X加5 所以這個3-1 就是這個連立方程的解 我們最低限度 都要寫回 所以那個解 就會是 X等於3 Y等於1 我們用回連立的符號就可以了 OK 都講得很詳細 好多了 拜拜